任嘉伦被冠名为伦纳贝尔是怎么情况呢? 在任嘉伦参加海放派2的时候呢,曾经跑过卡丁车,而被吐槽被称为是林纳贝尔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当家人们在海放派中看到任嘉伦认真做试验,却忽略了林纳贝尔的样子,真的是实名心疼,我们顶流女明星了。 不过呢,在节目中呢,这么认真地选择了贝尔的粉嫩大尾巴,是不是也被可爱住了呢? 那么问题来了,你觉得有没有被任嘉伦的伦纳贝尔的样子被可爱到呢?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,你对于跑跑卡丁车里面的林纳贝尔和论林纳贝尔有什么想说的呢? 你觉得他们两个像吗?可以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编。 下面呢,让我们来看看任嘉伦是怎么回应COS林纳贝尔的呢? 在调侃你开卡丁车时的造型像林纳贝尔,你觉得自己像吗? 说实话,我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我那个时候连人说像我都不知道什么,然后在开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管那个造型,我就在那个VR的那个世界里,我都已经开始转移了,所以我已经固执不到那么多,只能顺势力把那个车开回到起点完成。 网友们都很关心您的大尾巴拖在后面开卡丁车是什么感觉? 感受不到它,注意力不在它的身上。注意力在那个实验里,你根本顾及不到,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事情。 我现在我就听说很 интерес 。 她不 fact,看什么都不想,我看你。 我看你安装的刑法,我也不懂,自己从本身旁边。 你从没有发现多组,谢谢你又快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